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 我是郑宏怡,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话新闻 马总统推两岸和平协议 那么今天李登辉出来质疑 他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那么特别是吴敦毅委员长讲说 按照国统纲领的方向的精神 国统纲领大家都知道 他叫国家统一纲领 莫非马总统要推的其实就是统一吗 他也自己讲说 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可以用公投 可是现在似乎又缩回去了 所以看来这个不管是蓝或者是绿 对这件事情反应都非常的不好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深入的讨论 马总统到底是在玩什么 按照李登辉的说法 他是看到情势对他很不好 所以呢 这个出来讨好 但是呢 这里讲不对 那里讲也不对 那么也因此 这个蔡英文 在新北市的肇事 高达十万人 在新北市的募款 三百多桌 他说他说他一天都要花两点钟的时间 来写感谢信 为什么 因为这个捐款给民进党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很感谢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的讨论 从新北市说总部水泄不通 其子被索取一空 到捐款也必须要有四组人马来这个写收据 那么怎么来看待整个气势的演变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要跟大家报告是上个礼拜五 我们专访宋楚瑜主席 收视率非常的吓人 收视率高达1.94 他是礼拜五所有有线电视的第三名 只输给两个连续句 那么总收视人口是166万人 那怎么来解读宋楚瑜 为什么大家对他这么的关心 今天我们要来分析 赶快来介绍来宾 第一位是全市报周刊的总编辑吴国栋 郭东兄你好 鸿一好 台湾 另外是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陈其迈 陈委员 陈委员 你好 鸿一好 大家好 另外是东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师 徐老师 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政治记者中年华 年华 你好 鸿一 郭美朗星 大家好 以及台北大学工刑系的副教授 何汉均 华老师 华老师 你好 朋友好 大家好 另外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助理研究员 何博文 博文 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那么李登辉今天 怎么样子批评马总统的两岸和平协议 我们先来看 欧西亚 神采奕奕出席旅日作家新书发表 前总统李登辉场内谈政治哲学 场外批马总统抛出签和平协议前先公投 根本是假动作 冬季是什么的 美朴季是什么的 那些人 这些乖乖的 看着跟他们不好 跑好 跑好 老伯生 会声音 哦 没我们的港岛 但是港岛 你怕什么 你港岛根本就不通 对不对 所以 创影文才说 港岛的修改 再来说一句话 这我方式应该得了 神经典党在修法据正要签评协议 行政长愿意说 可依博土岗领架后自由地区 跟道路地区的民意签署 李总统 哑然失效 对马总统跟吴奎左右开工 金普聪在日本说 马总统虽不可爱 但值得信赖 天总统也自有观察 从633跳票到92共事是否存在 说辞不一 证明马总统态度反复 反而大赞蔡英文既可爱又老实 李前总统剖析政治话题 这样是老的辣 好 那么李前总统他比较完整的说法 我跟大家报告 李前总统今天是这样讲 他说国家统一委员会已经没有了 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行政院长拿这个出来讲 他说再笨的老百姓也知道 国统会已经取消了 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呢 现在的人怎么都随便讲话呢 应该研究一下会比较妥当 李登辉反问马英九的两岸和平协议 他说和平协议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李登辉说 台湾已经在1991年动员堪乱停止 我们已经不要战争了 1992年也公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台湾就根据这个条例处理 但和平协议不是和平条约 协议是指国家内部动乱 到底谁是主体 谁是叛乱团体 根本不清楚 到底是谁是叛乱团体呢 李登辉指出 台湾现在是一个国家 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最主要的是台湾选总统 因此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他说台湾与中国的问题 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就可以解决 台湾是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底下存在 李登辉说 现在如果要公投 就要公投审议委员会通过才可以 但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多数是国民党 像F法的公投已经被否决两到三次 究竟是老百姓重要 还是你的需要比较重要都不清楚 李登辉说 公投的现有制度有问题 都在审议委员会的手上决定 若要进行公投 就应该修公投法 李登辉说 和平协议的动机是什么 最近马先生怪怪的 看到自己的言论不妥当 就讨好老百姓 说要公投 但公投根本不会通过 所以蔡英文才会说 公投需要修法 所以我用这个部分 请教一下徐老师 李登辉说 马英九最近怪怪的 和平协议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你觉得呢 宏议 马英九最近怪怪的 不是只有李登辉这样看 台湾蓝绿都认为 马英九怪怪的 宏议 你如果有机会 上中国评论网看看 连对岸北京也觉得 马英九怪怪的 哇 他骂马英九的 变啦 摇摆啦 窘境啦 什么父子骑驴啦 什么 什么头痛还砍脖子啦 宏议 我那时候一看 我还以为在批评 陈水扁 这从哪里看出来 宏议 中国评论网的快评 是那边的喉舌 我都看我还想说 是在批评陈水扁吗 不是耶 宏议在骂马英九 快变民族罪人了 我们台湾内部在讲说 马英九怪怪 觉得选举 北京也觉得马英九怪怪 什么时候搞出公投这东西来 第一天讲和平协议还在称赞 哇 大方向 两岸和平 讲个具体 对 第二天公投以后就觉得 哇 这家伙有问题 宏议第三天第四天 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觉得 应该把那些文章印出来让大家看 比起来黄创下南方所都算客气了 真的 宏议 马英九怪怪在哪里 一开始谈和平协议 宏议那一天是在哭着哽咽着谈 觉得十年内非面对不可以 黄金十年就是要谈和平协议 东西端出来 大家在那边批评的时候 宏议 晚上叫总组发言人的时候 一定会经过公投 隔天出来怎样讲 公投只是民意表达方式之一 当民意长讲说 那我们来修法强制性公投 只要有政治协商就来强制 宏议 说回去 说这是选举操作 我觉得博恩讲过 放毒的是你马英九 就今天出来说 喊杀射的你马英九 宏议 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很可怕 很多人在讲很多事情 第一个 这真的是马英九的想法吗 还是像宋楚瑜那天讲了 这是金普冲的想法 金普冲去美国不是放这消息吗 总统府出来反 否认 结果金普冲去日本 竟然这个事情就变成真的 宏议 金普冲回来说我不知道 黄金十年 马英九重要选举政见 你的总监是不知道 这跟英伟不知道 爱才十二项建设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能吗 都在骗了 宏议 我觉得他本来想要把战场拉回来 我觉得很多人都分析过了 反应不好 心虚拿公投出来 想说看你民党怎样 民党就说好 我们来修法 宏议 就说回去 我们有这样的总统 什么是 讲出来 然后大家批评又说回去 完全不了解台湾人民在想什么 宏议 这样总统听说 不可爱 但是这样 可靠 这是哪个笨蛋 日本在讲这种话 宏议 我要问的是说 台湾人民看马总统最近的表现 不要说我前面讲说连北京都有一件事说 这个事情搞乱了耶 连世界日报 宏议 你知道世界日报吧 我知道 然后在北美出的世界日报社路白骂他耶 我真的觉得 反了 反了 宏议 这个世界很少人能同时得罪这么多人 连承课别人都比不上 同时得罪这么多人 我的意思是说 马英九你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都会问得好啊 是会选战操作吗 还是你真的相信这个话读剑筒 你真的想要靠着拿洛贝尔奖 那你要跟台湾老百姓讲清楚啊 今天遇到质疑就说回去啊 我觉得今天你说回去没有用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定调了 就是马英九无能昏庸啊 是 郭总 李政兮 政总统 生起来是一个中央的中价啦 他只能说马英九最后看他怪怪了 其实马英九怪 因为八百水災莫拉克那时就怪了 李政兮总统没有说出奇怪 一个正常的总统 对八百水災会这样处理吗 那时就开始怪怪怪怪 怪到现在三年了 不是只有现在才怪了 我们也一直检验 为什么金布冲 丰盟 日本回来 没有公开记载会 封门日本的成绩 给全国人民听 说日本是怎样支持 马英九对改善日本的关系 没有耶 他用一个日本学者 说一个月他说 施老师起来 挖了一个什么粉丹的日本学者 没有那个学者啦 骗你了 但是金布冲这句话很重要 我只怕你要解释给观众听 你来注意这句话 因为已经定掉 马英九不再可爱了啦 四年前 马英九穿着一个万袍 站着高原车 你看那些孚孚 由他在那儿辣妹 大家也看着马英九就叽叽叽叽了 现在没法打 现在要叫他出去没有了 不可爱了 他给你定掉 马英九不可爱 他过去包装不好了 但是他现在要给他重拌了 说他还会信赖 但是你看这句话是什么 新闻传播最厉害 选举你说几千里几万都不好 用这堆堂一句话 让你去扩大 马英九虽然现在不可爱了 会信用的 但是你来注意 他说的意思就是怎样 意思说的这个人 怪怪的啦 李永远说的 我说怪怪的啦 过去他短的时间我们看他的表现 到现在位置 一项事情是马英九 说这是我决定的 没有一项他决定的 是马英九不敢决定 还是后边的人 我马英九不敢决定 我们都要看马英九怪怪的 所以宋主席在接受风雨里在说 这是金马体制嘛 他说他真客气 不然说是什么原因出来 到底在台湾这三年 政策是什么人决定的 宋主席那天一直问他 没有一个知道父亲 他说国民在外面说 也没有一个知道有什么政策 到底是什么这三年 我到底是什么人在帝国 没有人知道 是 是 其实我觉得 马英九怪怪的当然很怪 大家在研判说 他为什么在参加 八十几天 去带这个和平协议 这个超级震撼弹 虽然大家都知道 大概全台湾人 大概有一个共识 就说马英九是想同意的 其中是大中国的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马英九 这次完全就是选举操作 为什么操作 教室拨大 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不想民进党去供他的民生 跟内政的议题 因为他经不起检验 他到现在来前 民生经济 只剩下一罐米酒 还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你告诉我 所以他想把它拉到两岸 但是没想到 擦枪走火 怕一个冲击 太快爆炒 怕一个跪头去 连中国那边就说 我没说要搬你 你怎么家政党搬来 我没想到跟你通议 你不肯这么快 连中国就怕到 你知道吗 人也要做王昆 是啊 真的连中国就怕到 我没想到跟你搬你 你家政党自己搬来 搬到我们家门口来 所以连中国都吓到 这次真的连中国都吓到 可是我觉得 河敦一靠仔后 但是他不小心讲出马英九的真心话 他说 李华一文在问他 那你请问 和平协要用什么立场 什么身份就先说 用国家统一纲领 讲出真心话来 马英九还懂得包装 他说在中华民国宪法下 但是 很多台湾人的朋友不知道说 中华民国憲法 其实就是一中的憲法 就是这个中国 我等于说之后再说 国统纲领 国统纲领 你不用去看里面的条文 你只听到那些全民 你就知道意思 国家统一纲领 什么叫国家统一纲领 我们要去通议中国吗 不可能 那是只有中国把我们通议去 把我们平通议去 所以吴敦毅讲出马英九的真心话 结果马英九 现在緊急说 不行 我要公投 今天还加码 说有什么十大保证 我跟马英九讲 十大保证 一百大保证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信用 在台湾社会已经破产 没有人会再相信你 而且我任意最重要 蔡英文点到一个重点 你说真的好 这么多保证 这么多前提 没关系 我们来修公投法 让你去谈之前 让人民来决定 你谈之后 让公民来复决 我们来修公投法 整个丢了 民进收兵 说不要 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修个公投法 有什么困难吗 国民党在国会四分之三 要收名字 民进党已经提案 明天程序委员会 不要动 院会就收过了 你让我们公投 看看 人民收兵 你去谈 你就去谈 我觉得这个对马英九 是很大的加分 可是他不敢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来 公投是高于宪法层次的 公投是比宪法更可怕的东西 公民投票是可以否决宪法的 今天如果让你台湾公投 那还得了 我让你投了 这次我不吭声 改天你搞个统独公投 那我怎么办 所以有什么 梁文杰 民进党发言人说 马英九赶快派一个miss 赶快到中国去跟中国解释说 没有 公投是选举操作 其实我们没有 假的 我相信 说的这件事 要注意 会记得金浦冲说过 我们接议说 你X5为什么不让国会审查 不让人民公投 金浦冲讲说 你765万票投给我 已经授权了 每年让他选择 你想要公投 和平的协议想要公投 你投给我 连任已经授权我 干嘛给你公投 所以当前的马英九 跟现在的马英九 绝对不一样 是的 马总统为什么会选择这么辛苦 再讲一次 三年多前 他赢了220几万票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 那么 这个 蔡英文为什么会在新北市的 这个造势 高达10万人 为什么在新北市的这个募款 在高雄 在台中 在各地的募款 都爆桌 宋楚瑜介绍我们的专访 为什么会是1.94 166万总收市人口 我想有台湾有太多人不满意 马总统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 好